牛30名来自卫生服务界人士合组的名单,魏真浦30 昨日到政府总部报名,他们的政纲包括否决人大831框架,重启政改 同时又表明反对现任特首梁振英连任 团体早前召开记者会时,曾表示如果当选会捆绑投票,希望撼动不公平制度 在这个团体中,最受瞩目的是23岁的洪子然 现任放射诊断师的他,是这个级别有记录以来最年轻的候选人 贝文吉为什么会参加选业宣举,他说 孔子然又谈到他对中共的看法 以往很多人都说中共是一个人,我觉得这个比喻是错误的 本身权力是应该源自于人民,而不是应该用瑜伽的态度 去将一个权力放大成为一个不能够撑动的权力 本身他的权力就是源自于人民,是我们纳粹给他,去赋予他一个权力 去执行一些政策,我们要釐清一些这样的观念 他说想要透过这个选举重申一些普世价值 想要告诉大家人人生来平等,提名权,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是与生俱来的 他表示自己不可以再容许有关人士再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歪论 或者一些复杂的法律条文曲解道理 并强调这是他参选的主要原因 在今年12月,1200名特首选委名单将会出炉 而香港特首选举将在明年3月26号举行 新一届特首将由1200名来自不同界别的选委选出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 新一届特首选委员